这次苹果再不出这个AR VR混合现实头盔的话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吧 这是Meta Oculus Pro的宣传片 这是苹果2023 WWDC的邀请函 尽管在最近郭明基友说这款硬件设备很有可能会被延迟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才发布 但是我想如果这样的话那苹果发布一张这么和Oculus Pro相似的邀请函就实在是说不过去了 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有这样发布和不发布这样互相矛盾的留言存在 那在今天视频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这款AR VR设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产品 那这款产品很明显是苹果的第一个集AR和VR功能一起的混合现实头盔 那大家对VR我相信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VR指的就是在虚拟世界中的完全的沉浸式的体验 像现在很流行大家比较熟悉的PSVR还有Meta的Oculus就属于这个虚拟现实设备 那现实增强呢它其实是基于我们这个现实生活 那其实也是这几年一直很流行的那个Pokemon Go 就是属于使用了这个AR的效果 那苹果这个混合现实头盔呢就能够将虚拟的内容和现实世界的内容给混在一起 那这就是我对这个混合现实头盔的理解 当然了目前还不知道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体验 那根据目前的消息来说这个AR和VR的功能 会用类似于就是AppWatch那个数字表冠那个控制旋钮来进行切换 旋钮切换我觉得其实在头盔上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设计 因为你戴着头盔的时候很难看到一些比较确切的按钮 那比如设计在这种位置的时候你把它悬一下 然后有一个回馈的话回馈感的话 那就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切到哪个模式了 那关于这种设备我相信大家很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 因为之前的Oculus尽管说它也不错 但是电池其实续航很短嘛 电池应该是我这次体验下来唯一不太满意的地方了 在体验了大约两个小时之后 系统就显示电量极低需要充电 那苹果这次对于这个设备电池设计是有些出人意料的 因为它把这个电池呢是做成了一个外置设备 然后是通过佩戴可以放在这个用户的腰间 它这是一个独立的电池组 而且在佩戴在腰部的时候会通过一个线来连接头盔与这个电池 那这个电池的大小大概是两个iPhone14 Pro Max叠加在一起 然后能够提供给这个设备大约两个小时的电量 那它这么设置成外置电池的好处呢 就是允许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交换一块电池 给用户提供更长的续航 那也是因为这次这个电池是外置的这么形态 所以给这个次这个头盔设备啊 在重量上就减负了很多 所以它这次总的来说会是一个轻便舒适的设计 然后在那个固定的这个带子上 它会使用一个类似于Apple Watch表带的这么一个材质 苹果这个眼镜本身它是耳脉和脸部是会紧密的贴在一起 所以用户是没法像这样戴着眼镜 然后再把这个估上去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平时是戴眼镜头也比较大 但是我现在把这个头戴调到最松的时候戴上去还算比较舒服 所以它就设计了一个给处方镜片放置的地方 像我们近视度数比较深一般那个镜片会比较厚一点 那不知道它对这个厚度啊 然后大小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另外像我们近视的人来用这个的话 你得要多付一副镜片的钱 然后才能够体验这个设备了 这也算一个额外的支出吧 我觉得那在视野上呢 这款设备是有120度的视野 比Meta之前新出的Pro的106度的视野要更加的宽广 然后里面的显示器呢 也是4K的微型OLED的显示屏 它这个显示屏啊每英寸的像素可以高达3000 总分辨率是8K 那预计是索尼和三星会为苹果提供这个OLED的显示屏 而且这个微型的OLED显示屏 这一次将会直接搭在芯片组上面 可以使显示屏更薄更小也就更省电 大家可能已经看到那个设备的样子了 那其实它那个设备外部也是一个显示屏 它将是一个由LG提供的标准OLED的显示屏 那这个外部显示屏它装了是有什么用呢 那根据现在的消息啊 这个朝外的显示屏是向周围的人显示用户的表情 感觉不太明白 那这个显示器呢 因为纯粹就是一个比较额外的功能 所以它会使用一个非常低的刷新率来降低功耗 节省设备的这个电池使用 它实现的方法可能是通过内部的摄像头嘛 来看用户的眼睛周围来看这个情绪 根据郭明基的消息 他是说苹果公司使用的是煎饼式的这个镜头 那煎饼大家都知道特点是什么 就是可以折叠 煎饼很薄嘛 那这种镜片也是采用的折叠式的设计 然后允许光线在显示屏和镜片之间来回反射 所以这种设计呢 可以让苹果获得一个更加轻薄的这个机器 那这款设备的芯片呢 将会使用在Mac中相同的M2芯片 而且是两个Mac级别的M2芯片 所以这款可穿的设备的运算能力 我相信是它独一份了 设备当中还会使用一个H2芯片 H2芯片是用在苹果的耳其设备当中的嘛 所以它就能使这款设备与第二代AirPods Pro 以及未来的AirPods型号 形成超低延迟的连接 而且有传言说 苹果甚至在考虑让AirPods成为这款头盔的强制配置 让用户来获得最佳的音频体验 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了 让消费者有更好的这个使用体验 但是强制设备的话会不会太贵了 你是要打包一起卖吗 那它自己这款设备的操作系统是叫XROS 那关于这个系统名字XROS 意思呢就是扩展现实 那说在开发过程中 其实苹果是打算把 就在内部把这款设备的系统是命名为 Reality OS或者ROS 那苹果呢是希望为这款设备创建一个独立的应用商店呢 重点主要是放在游戏流媒体和视频会议上 It's going to have mixed reality versions of messages of maps of facetime games video watching tv plus you name it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hot product of 2023 XROS将包括为这款设备特别定制的Facetime应用 据说这款应用可以允许使用逼真的头像进行一对一的聊天 那这个跟你聊天这个对象啊 会具有对方用户的真实的面部和身体 也因为这一个功能需要大量的处理能力 所以说它只限于一对一的人聊天的时候会开展这个功能 那在多人聊天的时候还是会使用memoji来模拟 就是大家在的这个场景 这样的话细节就少一些 那处理器可能负担也低一些能够处理的过来 然后说苹果也正在和迪斯尼以及杜比这些公司一起合作开发视频内容 然后他还在更新apple tv的节目和电影 以便和这款全新的设备一起使用 那因为刚刚提到了他有自己的芯片嘛 所以他并不需要和iPhone一起来配合运作 他能够独立使用 尽管说这个系统已经包含了一个基于手势的打字系统 但是必要的时候 iPhone还是可以作为一个这个设备的键盘来使用 那Mac也是一样 这个设备呢可以连接到Mac 把Mac作为显示器 然后在Mac这个显示器当中 把你在这个VIA混合现实图柜当中看到的内容 给拨出来 他将配备十多个光学摄像头 用于追踪手部的动作 然后会质外部的环境图 包括还有捕捉用户面部和身体的动作 这款设备还有一个非常精确的眼球追踪功能 而且也因为这个精确的眼球追踪功能 可以让这个设备只在用户看到的地方 做特别精确的渲染 而在别的地方的渲染效果就会差一些 来降低芯片运算的复合 其实这个功能就感觉有点像有些人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一样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我们也是存在一个虚拟现实当中 就只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它是渲染的特别精美的 而当你不看的地方 其实它是并没有那么精确的 那也是得益于这个眼球追踪啊 所以这个设备的操作都是基于手势的控制方式 没有物理控制器 没有键盘 没有这种手指要抓住的控制器 我觉得这个非常符合我的个人的习惯 因为其实之前在玩Oculus的时候 也包括我看那个别的一些博主玩PSVR的时候 就是虽然那个控制器设计的很有科技感 然后用起来也还行 但是你手指上带一个设备 你在体验的时候始终就没有那么沉浸 你就知道啊 这其实只是我通过这个我手指的这个操作这个控制器 然后来实现的这些效果 而且有时候因为你可能就三个手指是能够真正用的 并不像在现实中是五个手指都可以工作 所以这次苹果的这个设备的控制方法 是通过摄像头监测眼睛和手部 那我的我的理解啊 就是你可能可以用眼睛来看中某个项目 项目之后 然后你再用你操作你的手指去捏住这个项目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或者激活等等 那打字也是啊 也是通过眼球的运动和手势 在这个空中就完成了这个输入 刚提到的用户也可以把它和这个iPhone配对使用 那就使用iPhone打字 那使用的效果呢 会类似于现在iPhone给Apple TV打字搜索节目内容的时候 那种效果差不多 那还有一个听起来很有科技感的功能 就是红膜扫描 那也是为了保护用户的隐私和安全嘛 那这个红膜扫描的功能呢 将类似于iPhone iPad和Mac上的Face ID以及Touch ID 允许用红膜扫描来代替别的密码和支付认证 那这个功能是在Meta新的Oculus Quest Pro上没有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可以说是把竞争对手给甩开了一些 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对于这样一款AR VR设备会不会多一点点兴趣呢 那我自己本人其实对这款设备是挺有兴趣的 但是考虑到它的售价 据说要3000美元左右 我还是蛮犹豫的 到时候还是得稍微看一下这个设备 对于我这么一个消费者 普通消费者来说是不是值得购买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也记得点赞订阅收藏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的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